歡迎收看 5期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又飆高了 讓美股到窮 昨天是暴跌了400點 但是美股四大指數 揭末的狀況之下 又一支股票一支獨秀 那就是AI的救星輝達 好 輝達昨天震盪之後 尾盤再創新高 只是台股今天受到了 美股下跌的影響 台股的全職三王繼續的修正 開盤間台股一度大跌超過了200點 也跌破了時日線 盤中好幾度要站回去 但是有一點點功敗垂成 包含台積電 包含鴻海 都下跌超過1% 連發科也在創高之後做了修正 好 台股在下個禮拜 電腦展之前指數回測 強勢股拉回 但今天反而你該勇敢 這兩天的跌 是你買進股票的好機會嗎 好 盤面上面中小型股 強勢股還是很搶戲 今天有辦法收紅 甚至漲停板的 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老師幫大家來抓一抓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 蕭宥銘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粉絲吳岳展 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歡迎粉絲王教立 教立老師好 明君好 同學好 好 每價值率又往上飆 大家擔心通膨問題再起 台股在電腦展之前 今天指數做了比較大幅度的回測 會不會是買進的好機會 還是說要小心一點點資產配置 可能要稍微做重新的分配呢 好 今天電子股多數的股票沒有表現 但是有一個族群倒是滿穩的 那就是航運股 運價指數繼續的往上衝 貨櫃三雄又被本土的投信 調升目標價了 五月分營收鐵定好 買進去最安全嗎 我們請問老蕭老師囉 指數回測十日線怎麼辦呢 其實修正乖離不用太過擔心嗎 法人包含了投信 包含外資 今年來狂買台北股市 這有多方式並沒有改變嗎 尤其看到盤面的強勢股依然強喔 紅翼股這通路族曲 我們節目當中 率先幫大家做掌握的 今天好厲害喔 開地之後創高還漲停板 IC通路跟輝達變成 因為跟著輝達關係 變成了標股 還有誰有肉呢 強勢股短線上面 遇到大盤震盪怎麼樣來做操作 我們請問展哥 台北股市連日開低 能夠守住十日線嗎 什麼時候站回才夠穩呢 那強勢股今天好多都拉回 到底能不能夠接 包含散熱 包含飢渴 今天都有點做拉回 不過昨天才創高 高低價都動了 反而是銀方 銀方我們昨天節目有說 擺脫營收的股底要來拼轉機 未接夠低 有辦法搭上電腦展題材 逢低來布局嗎 請問佳麗老師 休息一下 設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大盤在創高之後 昨天今天連續兩天拉回 投資人昨天還想說 是不是有什麼呢 只是修正乖離的風險 今天再跌就會開始有點擔心了 昨天跌破五日線 今天跌破十日線 那大盤怎麼樣來做觀察呢 主要就是因為美國 昨天這個公公在 持利率是向上飆高 也讓稻窮包含了 美股市大指數全數的下山 也拖累到亞洲股市 甚至海股間的表現 大盤今天是中場收跌298點 收在21364點 成交量是4176億元 台積電收最低 紅海跌超過2% 廣達也回測月線 只會不要忘記 我們台積電創辦人張宗盟 跟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跟黃仁勳去逛寧夏夜市 吃蚵仔煎 吃豆花 電腦展之前 今天這些個股下跌 反正是給你機會嗎 老師 我想問 昨天是回測五日線 今天這個跳空 直接回測十日線 我感覺不出來 這個外資或投信 反而有積極落跑的跡象 為什麼指數這兩天拉回這麼快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 當然你可以從不同的層面 做交叉比對 最主要就在於 第一個這次回檔 19291它是帶量的 低檔是帶量的 好 股價一路往上推升 到目前為止 台股最高點來到21937點 出現反轉 這個高檔的反轉 它是沒有量的 但是你如果單純就形態沒有錯 這個叫陰陰二陽 我們昨天提到 這是個空方吞噬 這緊接而來 這裡是不是有兩個 跳空缺口的對沖 它形成了一個空方的導型反轉 單純就這個短形態來看 它確實是個空方 問題是我們看一下 今天加權指數的報價 加權指數今天收在21364 剛剛好多頭最強的抵抗就在這裡 就剛好是來到 大約就落在21364 所以我們的看法 這裡如果再往下跌 它絕對會有一個反撲 所以整體上面對台股 與其很在意指數的漲跌 倒不如去篩選 接下來最穩定的標準股 好的確指數跌夠了 老師認為會隨時做反撲 那反撲的過程當中 哪一個個股比較不容易洗刷 刷最穩定呢 等一下老師會說 我們從美股來做觀察 為什麼這兩天跌 就是因為美債殖利率又飆了 那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們之前針對國際股市的看法是 台股會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國際股市也一樣 漲到6月底 然後6月底到7月 那7月就要提防會有個修正 為什麼 因為我們預期是7月31號 連準會搞不好會降息 它降息的前提就是7月要跌 你一直漲它就會降息 那另外一種情況它會提前 它所謂的提前就是說 如果這裡開始做壓縮 那原則上就肯定會先降息 那今年就有望降涼 所以我們先來看 今天一大早 國際股市的主要新聞 它講到什麼 彭博講到說殖利率上揚 所以美股是出現下跌的 那它的看法就因為美股跌 所以雅股會跟著美股市 做一個向下的一個修正 緊接著我們看巴隆 巴隆講的就比較有道理 他說其實稻穹不是昨天才跌 已經漏兩星期了 這個我們在禮拜一 也跟各位分享 它其實已經跌了一段 相當長的時間 它跌掉1500點 那也許有些朋友 你會感覺不出來 是因為台股是貼著納斯達克 所以當全球股市在跌 你感覺不出來台股再跌 因為最強的 第一個叫納斯達克 第二個叫加權 我們預期這個結構會持續下去 再來我們看投資者商業日報 他就提到說 其實有些個股跌幅很大 你要小心 他提到航空股 他說航空股包括美國航空 因為下調裁測 股價就出現暴跌 不只是暴跌 它是屬於破底結構 這裡剛好跟航運股 可以做交叉比對 就是說同樣是貨運的 那為什麼航空股表現特別疲弱 海運這麼強 我們稍待持續幫大家做追蹤 對啊 同樣是這個航運股 航空若貨運強 等一下老孝斯會幫大家來抓原因 先來看一下 海股儘管今天跌了一度有300點 不過老師看好了 除了航運族群之外 今天有一個族群非常強勢 那就是跟美國中美競爭有關係的 因為美國說要來 下個月開始就要對 中國的板卡卡 七彩虹這家公司最大家的 要來重啟25%的關稅 涵蓋主機板顯示卡PC機殼 那有人擔心說 可能PC會變貴 所以華碩紅機是在疊這個嗎 但是也是有受惠的 包含了微星技嘉 滑行立台跟續品 那我們把這個題目再做延伸的話 中美的角力戰老師之前有說 電動車這件事要增100% 板卡股都可以噴的話 電動車概念股 美國製造沒有理由不會跟進 半導體也要磕增50% 那在8月1號這些都會做生效 另外一個是這個運價 美國要磕重稅的 在磕重稅之前 毛起來把貨往美溪來送 運價就有機會向上 台華說 第一個是電動車電池桿 8月制裁前出貨 所以運價上漲 紅海危機無解 以及中國電商的購物需求 老師我們從這個 美國製造延伸到 航運股的表現 航運股你說 五月營收絕對會棒 對 所以短線震盪 如果擔心大盤在高檔 電子股可能容易洗雙刷 動圍掉的話 航運股是比較安全的標的嗎 對 沒有錯 整體上包括我們看左側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電動車目前大家都所知道 它把漲的 從25%到100%拉的失倍 其實這個不是關鍵 它真正的關鍵是在下一步 就是在美國總統大選是在11月 OK 11月之前我們預期 藉此美國商務部會下一個 更重的重手 這個重手不只是關稅 而是它會要求全車電動車 來自中國零組件 相關零組件的製造 它幫你射線 這個一射線 整個中國就被打趴了 所以我們認為 那個大利多會在今年的下半年湧現 屆時從特斯道到我們國內 相關的電動車類股 屆時會有一個大波段 暫時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時間點還沒有到 回過頭來 近期要看什麼 看航運 以及所謂的CP相關概念股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在昨天提到就在於 因為你可以去看 因為接下來6月10號之前 是不是要公佈5月份的營收報告 你現在就看得到了只有一個類股 一個族群 它一定會告訴你 全部幾乎都要創歷史新高 那你與其等到6月10號 看到新聞見列新時對不對 你現在就要開始做主比 對 你現在是不是可以開始做準備了 所以我們先看國際股市 各位先看 這是每股三大指數 不是一天 五天 從過去五個交易日 上方最強的叫納斯達克 他是不是這樣走 再來第二個叫標譜 是這樣子 你看這個道琼 吃的不知道你創什麼你知道嗎 真正的就這樣子點 這不會是假的 我們再看右側 右側呢 我們就把這三個再加加全指數 那怎麼看呢 來 各位請看 一樣19291當作基準點 最低點殺到291爆量 爆量才有這一波的大漲 黑色的叫加全指數 粉紅色的叫納斯達克 標譜這個其實已經不重要 關鍵是這個道琼 來 各位請看 黑色的 這裡這裡這一天一天 這一條我畫一個直線這裡 到這裡 加全跟納斯達克 是不是持續是往上的 那你看道琼 道琼是不是提前就往下大跌了 所以整體上 真正的多頭是在相關就是AI 這個AI確定還是一個多方 但是為什麼跌 我們看最左側 那麼市場就把它導讀到 我們認為不排除搞不好 真的今年會降兩次 好 我們先看5月15號 兩週前 那麼當時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各位可以加入來AX 來 你看在4.36 現在是4.61 它是往上漲 漲了一碼 就是說公債殖利率往上漲 所以股市就會受到壓縮 會往下跌 那股市假設它真的往下跌 那整個通膨會往下盪 會重挫 那通膨重挫 聯準會就逮到機會 就可以降息了 這是針對接下來 這裡到7月11號 國際股市最主要關鍵的重點 那回過頭來我們就來看 一個叫航空 一個叫海運 海運先行指標看誰 看以勝 以勝我們之前在 一年多前講過 以勝是以色列的一家航運公司 這家公司最令人嘖嘖稱奇的就是 這間航運公司它不準 你知道嗎 沒有船 它沒有船 它的船都是用租的 它跟早期的萬海一樣 不準 它所有的早期萬海船都用租的 因為買一艘船很貴 所以它是都用租的 大家你看它的股價 今年 從今年1月份到現在 你就看近期 這裡是4月 這是5月 不要漲了一倍 為什麼它可以漲一倍 那你再對比美國航空 首先你就把最大交易量抓出來 各位從電視上看 可能畫面不清楚 你加入LINE之後 最大交易量在這裡 所產生的交易價格剛好在這裡 你劃出一條平行線 最大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是不是得出一條未來的景線 你看是不是來到景線下來 景線下來 然後接下來 你把這個低點這裡畫出來 這不是一個破底嗎 所以一樣是運輸相關的類股 為什麼航空在地 因為很簡單 你有看過貨機載車嗎 沒有啊 車一定要用那個船 比亞迪我要出貨 我電動車 我怎麼用飛機去載嗎 對 我剛剛正想問說 老師敢出貨 不會用飛機 不對啊 不能送車 所以它就告訴你 這個航空股 你要洗去 真正重點是在海運 的確這個航運股的部分 看到兩樣型 這個空中飛的 可能稍微有一點點壓力 但是海上跑 受到了中美角力戰的影響 持續有這個運價推升的一個力多 老師我們來找 我們昨天來講 大船已經漲上去了 小船現在落後補漲才開始 對 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5月的運價是暴漲的 就是5月的連續4週 因為運價是每週報價 不是每天 它每週是報一個價格 過去這4週一直到這一週 簡直是漲到翻天了 所以你根本猜都不用猜 你也不用等到6月10號 你今天就知道台股各大類股裡面 接下來要公布的營收成長第一名 絕對是航運股 所以我們昨天是不是有幫各位做個列表 就是說把已經公布的數據 去年的第四季到今年的第一季 整個航運股做個列表 比方說 這個寫一個2 2是什麼意思 2就是 長榮到一到四月累計營收 是創該公司 有歷史以來的歷史第二高 次高 歷史次高 3是創歷史台第三名 打新興的就創歷史新高 好 我們認為會持續下去 接下來公布了5月 就持續做疊加 所以各位可以加入LIOT 比方說我們提到政德 第一個在相關的航運類股裡面 它漲幅算是低 但是不代表漲幅低股價就會漲 我們發現到 第一個它所有的趨勢指標 不管在MACD WMA 都是轉正的 並且它站上主要集結區 像這種個股都準備要做一個發動 那我們發現到 該公司在過去本週以來 融券張數突然之間暴增 從幾乎是沒有 瞬間暴增到超過5000張之上 我們包括外資在單日 單日暴買了超過 剛好是外資跟市場在對坐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列為 未來主要航運股 最重要的觀察指標 非常有機會展開軋空的行情 老師對航運股的觀察 台北股市這兩天的下跌 大家還是有點擔心 今天台股不是跌222點 中場跌了298 也就是它是直接來測 21376 21376是一個主要的防守 為什麼 因為這個376是主要防守 所以你不用怕 縱使破376它絕對會回防 它一定會回 所以我們在剛剛一開始提到 你也不用怕 如果它直接再往下 它絕對會有一個防守 會有回馬槍 所以整體上376怎麼來的 各位加入Light 台股主要有兩道 兩道 最強的當然是20614 但是目前是來測21376 就是說從最低點的起上是19291 來這邊 來到這一次最高點的21937 但是你把它往前看 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這裡是不是當時我們講 這個是一個多頭戰車型態嗎 接下來出現一個跳空缺口 才有這一次最高點的21937 你去抓這個跳空缺口 這個起上的最低點在20816 連結21937 台股來2137 這裡會出現第一道 非常強悍的防守 除非在這裡整理過後 它來測614 否則它還是持續往高點做挑戰 好 給大家台北股市 未來的一個基準線 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那老師準備的這個CB的概念 我老師說 大團站都沒關係 你找會長的股票 會長股票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我們講過最簡單 就是當你遇到迷惘的時候 那你就加Light 加Light 可以加出一朵花來 來 第一個 我們就一起來看好不好 這一檔是不是叫3413的金顶 你覺得說 那大家都知道 紅海相關集團 那不重要你知道嗎 重要是該公司發了可轉戰 可轉戰的價格在171號 小學三年級的數學 拿出來算你知道嗎 171乘以2 請問你多少 一定是340億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看 這一波的股價 最高點是到昨天 昨天是不是323 你說老校還沒到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看 它未來會不會來挑戰342 那它是3跟黑K 回過頭來我們來看 我們有幫各位整理了 這些CB可轉換 那你怎麼看呢 第一個要看站上轉換價 我有幫各位做列表 第二個你要看集結區 站在集結區之上 並且站上轉換價 那你就不要猜了 你的股票就是會漲的股票 那你不就很輕鬆面對台北股市 接下來的編號 那歡迎各位包括像石碩 威健都一樣 歡迎各位可以加入我們Light 好的確有CB轉換價的相關個股 老師在我們節目當中 已經出現好多次了 公司這一檔3033的威健 我印象很深刻 通路股的啦 集結區在38塊 今天股價是創下波段的新高 那相關的個股石碩工業 具有這個軍工題材 也有機器人概念股了 股價也是我們前兩天 跟大家介紹過 站上CB轉換價之後 目前也站上集結區 股價也是有噴出的表現 在大盤今天震盪過程當中 的確是相對的抗跌 那同學們 如果對剛才老師 所講的個股或標高 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您都可以參考 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繫方式 用手機掃QR code 或者是輸入Light的ID 那相關內容 都會放在Light裡面 給大家來做分享 有空都可以提出疑問 老師有時間會跟大家做互動囉 關聯一下 今天指數 回測時日線 是修正乖離而已嗎 要不要擔心呢 我們看看法人 今年以來 外資投信還在狂買 多方趨勢不變 但短線震盪 怎麼樣來抵禦亂流呢 就很重要啦 請問展哥 熟悉一下 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大盤連續兩天 拉回座震盪喔 但是最近的股東會行情 持續的這個 以吸引大家的焦點 好 我們先看一下 昨天晚上的 大家都在追這個 就是呢 回到請講黃仁勳啊 又到私處找了 國內的電子大咖聚餐 包含了台積電創辦人張周謀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這就算了 居然還有續拖耶 他們呢 晚上十點多跑去了寧夏夜市 包含了林百里啊 跟張董事長 都去吃那個寧夏夜市 很有名的藕仔煎之外 還去吃了豆花莊 據說是請客 請了全部的那個 餐廳的客人啊 真的一點點錢你知道嗎 很感心耶啦 好的 沒關係 最近的大盤震盪過程當中 大家都在等就是這個電腦展的題材 能否發酵呢 不過在電腦展開始前 這兩天的拉回 到底是說是漲多了 還是說拉回是給你機會呢 而偽創今天召開的股東會 那董事長林憲明也講 他們也是有跟AI 有繼續深度的合作 他說伺服器今年呢 AI獲利會拼過半 而且一定會見到黃仁勳 那偽創聘AI 公網通 小經濟的起機有戲嗎 我們抓一下這個小經濟起機 獲得外資連續13買 買了1.8萬張 4月營收創下同期新高 Q&EPS 1.58元 也創下同期新高 這檔個股算是 還沒有大漲機期相對低的 後續有沒有題材可以做關注 好 那個這個展哥 我們來問一下 佳全啊 跟這個貴買指數 昨天你有說 佳全拉回 但貴買指數還在創高 但今天是佳全再次拉回 貴買指數呢 有一點點跟隨的拖累 周小辛苦呢 今天稍微有一點點壓力 短線上面你認為 有沒有需要擔心的地方 好 那個 我們來講到行情有沒有 有一本書那個幽靈的禮物 那幽靈講什麼 他說你看盤 你需要必備一個什麼工具 他說一個會搖的椅子 然後我那時候看那個書 我想十五年前吧 我想會搖的椅子是什麼意思 他說因為行情就是震盪 就算你要多投你還是會來來回回 所以說這邊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跟大家做個分享 這邊當然第一個 我們說這裡是第一個缺口 所以那時候我們 在前面有講缺口理論 所以這邊算是一個突破缺口 那這裡其實還有一個缺口 如果這裡是逃逸缺口的話 這裡被回補了 所以原則上這個行情 這邊開始會進入震盪格局 原則上是這樣 那震盪的話當然幾個角度 會震到哪裡去 我覺得這裡先有一個平台 這個地方要注意 這裡差不多是重疊月線的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大概在 可能1 2 3左右 1 2 3 0 0左右 差不多這個位階 2 1 3 0 0 對 2 1 3 0 0 2 1 3 0 0 好 然後再下來的話 客觀講多投格局 有沒有這麼容易破壞 其實很多人都想說B型反轉 每天都在對不對 不管是殺到底都說要B型反轉 漲到上面又說要B型反轉 沒有這麼容易 就經驗上我們講說是 通常一個行情從多投 不會馬上轉空 除非是真的很大的特殊意外 那如果正常的狀況 通常會先進入震盪 當然震盪完會轉空還是轉多 這在看 到時候再看 所以如果這邊漲上來的話 客觀講我認為最重要的支撐 應該是20 8 0 0 所以你說現在多少 大概回頭還有七 八百 還滿遠的 對 滿遠的 所以其實不用太擔心 好 但是整個格局有沒有變 其實是有變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 那時候我們在哪裡 在4月15號 我說前一波 我做一個比較大幅調節 是在這裡 然後昨天我在我直播 也在聊說 為什麼這一次我覺得 五日線也跌破了 昨天跌破嘛 我說我沒有這麼想要 大幅調節的原因 對啊 因為上一次你說 它沒有過高又破線 你就跑掉了 對 對 對 因為你看當時的時候 貴買是在這裡 貴買是挑戰前高 高不過高 對 所以貴買是弱的嘛 對 所以兩個一起弱 對 自己選擇走 對 然後我們剛好手上 我也覺得表現怪怪的 所以我想說先剪馬再說 就閃過這一波嘛 但是你看這裡上來的時候 雖然它拉回 好像拉回幅度也滿大的 但是你看貴買其實是創高 所以你這邊是256 256.6左右的位置 如果這邊是守住的話 其實有可能會進入輪動格局 我覺得這個機率相對是比較高 跟賞子不一樣 對 然後這邊外資投信的買超 因為大家都說 外資會不會要落跑了 其實我們從去年11月一路上來 買到最高點的時候 大概多少 6500億左右 然後這邊確實 3 4月是有個大幅的調節 但是近期買到這裡 又5600多億了 所以大家就說 那到底外資是落跑還是回來 其實你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外資是相對 其實還相對高檔 客觀講是這樣 然後這一段時間又加上投信嘛 對 加上我們散戶的穩定籌碼 是 對 所以不用怕 因為你看這個合計起來 資金其實還在高檔 那大家會說 昨天就有很多人在問說 外資你看空單病 因為5千口嘛 對 我們幫大家做個計算 因為一般我們在做 那個避險的計算的時候 大概會這樣算 這個指數的點數盤中的 你如果一點是 大台是200塊嘛 對 所以你相當於是持有多少 423 293的部位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空單當然 這就是空頭的部位嘛 負的部位嘛 OK 那如果這個部位成15萬 1萬5千多口的話 是多少 其實這樣大概多少 664億 所以你看這邊是 5600 5600 對 然後這個空頭的部位 大概664億 所以你說一陣一副來 比起來的話 還是完全偏多 客觀講是這樣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高檔我去做一個放空的動作 意思是什麼 有可能全脂股會比較受壓抑 概念上是這樣 OK 那再來我們再延續 從產業的角度 因為我想這一波如果外資 還是持續回流 機率是偏高 但是你說遇到政策的搖擺 那當然可能稍微丟丟一下 概念上是這樣 好 但是那時候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在4月30號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覺得這一組可以注意嘛 對不對 就成熟製程的部分 為什麼成熟製程可以注意 我覺得成熟製程 可能在消費性電子等等的 都會有機會再起來 所以現在看起來還是回溫的狀態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講完隔天大漲9%多 對不對 然後這邊回測一下 其實還是繼續創高 今天幾乎是收最高我記得 然後你說聯電同一個時間 其實也是一路上來 所以從他們股價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其實不用太擔心 照理講這種狀況還是多頭 對 而且你看外資還是一直在買 外資都是一路買上來 所以這個地方也會 回到一個邏輯是什麼 如果外資法人要買 第一個他可能不見得會買說 現在業績已經好的 但是外資都會怎麼樣 買我覺得未來業績會變好的 對 外資的邏輯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間點就可以找 外資還在佈局哪些 當然你說已經漲上來了 如果我們講的第一天你就買 其實賺一段了 但是OK 你說現在要不要追 我覺得再看看 再找點 但是同樣我們從外資的 行為邏輯來看的話 那時候 宏基那時候我們在講的時候說 這邊你看 外資一直買 大家又不動 對 行情沒動 結果為什麼買成這樣 很奇怪 對 然後而且市場沒有人注意 就真的因為股價沒有動 但是你看 佈局完之後 怕 忽然狂噴 連宏基都噴給你看 對不對 這就是 你說外資這種大資金要怎麼買 其實就是大股票 然後買產業 當時宏基業界沒有變好 對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 AIPC講那麼多題材 所以從這個邏輯回來推的話 我們就會講說 你看 可以注意哪一些 其實我覺得幾種角度 當然這種 像瑞宇在台灣 當然前幾大的愛心設計公司 所以它是夠大的 然後這一波 當然網路晶片的部分 它全球龍頭 你看這裡先漲一波 下來下來整理 這邊是外資到 這邊外資買上去 對不對 然後這裡哪裡 投信 投信買 然後外資 其實高檔的時候 外資投信其實卡了 卡了滿多的對不對 對 然後下來稍微外資做一些調節 結果下來投信還加 結果這兩天你看 這個在技術面上 是不是也符合我們常講的 這叫什麼 月線翻揚 然後月線翻揚 這邊其實站上了整理 昨天跟今天才站上季線而已 那這邊你看外資是連買三天 然後投信是連到五天 二 四 五天嘛 對 但是你看兩個 一陣一副 但是股價是上去的 所以這邊來看的話 你看投信還有套勞賣押 所以這邊有沒有機會 在這邊整理完 然後投信如果賣押稍微減少 或者是轉買的時候 等於是土洋法人 右頭買的時候 對 轉向的時候 這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注意 好 然後再來像琪琪這一個 這一個我覺得很明顯 前面是一個整理格局 對啊 整理一陣子了 對 但是你看 最近其實股價有沒有大漲 其實股價沒有大漲 但是外資其實偷偷買 對 所以這邊當然 你說會不會馬上就突破 我覺得不見得 因為季線還在這裡 所以你說要佈局的話 因為大資金你說要怎麼佈局 它不可能忽然就買上去嘛 所以在這邊如果在165左右 然後如果回側到季線附近 我覺得在這個區間 其實慢慢的佈局是OK的 因為以它的狀況 本益比其實還不算高 因為現在什麼本益比 都沒有二十幾倍 都不像電子股 對 你說電子股裡面 還有17倍的不多 瑞育是28倍多 OK 所以這部分 大概是法人的邏輯 就是如果我們是埋伏外資的話 這種比較適合比較大資金的 然後你也覺得產業的角度 你覺得往這種方向去思考 會變好的 對 好 奇蹟跟銳豫 對 然後再來我們就講 是比較投機的 因為昨天也講到說 我們是什麼都會嘛 是 投機也會 那今天其實機器人概念 我就想突然展哥了 因為好多人都非常相信 這個另外一位黃董 就黃仁勳董是執行長 大家都很期待 他在電腦展上面 會不會釋放出更多 不只是一個LOGO 索羅門LOGO之外 有更多機器人應用 有更多台廠會加入 所以大家瘋狂卡位 但前兩天機器人爆量 加上索羅門最近被關 現在就已經呈現 有一點點矛盾的大對決 我到底是要抱著等待電腦展 來開獎 還是說看技術線型 籌碼不對就該先散 OK 這種狀況 其實個人 我們說實在話 我們沒有很喜歡推薦這種股票 但是問題是這種 它真的很強 這種時候的格局就是 多頭格局是什麼 大股票會漲 小股票也會漲 腰部會會漲 所以這種時候你應該怎麼做 其實講到這種籌碼 我們可以看一下 來 2615 好 2615的萬海 那時候我們哪天在講 5月6號 我們是5月7號這邊買 所以我前一天去買 為什麼 其實是因為我們在 我每天都有篩選籌碼強勢的 對 發現有籌碼跑進去買它 對 然後啪啪啪就噴上來 其實索羅門是同理 那為什麼我會講索羅門 其實因為我在我自己直播 這幾天都是有持續追蹤 都跟大家講 所以這邊是五天 對 提醒大家 展哥每上節目的時候 他自己節目也會做直播 那大家可以掃一下LINE 或者是輸入LINE的ID 就可以找到我們展哥的 這個相關的直播 節目內容跟節目的資料囉 OK 好 所以 因為我們不太會說 掌上來才講 我們都是真的有講有做 我們才會拿出來再複習 這邊一樣的概念 這邊我們之前有講過 特別上禮拜四我在國民開講 我代表也講得很詳細 所以我們這裡不多談 但簡單講一個概念 為什麼我會這一天就進場試 因為這一天是跳空創高 很明顯嘛 對不對 然後前面這一段其實大漲一段 大漲一段整理整理 又跳空創高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買點 而且前一天籌碼又強 所以一上去我就應該要趕快跟 那這個地方昆盈也是 我們也是公開講說我們什麼操作的 其實一樣 這個地方漲上來 這也漲一大段 這裡一個整理 跟索羅門很像 很明顯的W底 對 很明顯的W底 而且這個地方其實前面漲過了 籌碼還可以再洗一遍 再上來 這也是很重要的買點 不過當然這種股票 索羅門我們是這邊出掉 五天好像39% 然後昆盈的話 說真的操作上面會有點尷尬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亂賣 我賣在這一天 所以後面插了三根 你們也沒錯 因為爆量啊 對 OK 但是沒關係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紅藝谷 好 紅藝谷這個也精采了 真的 紅藝谷因為上禮拜四 我們在滾民開講 送大家那個清單嘛 裡面就有紅藝谷 所以有同學就去做 所以他跟我說 老師 紅藝谷我被洗掉了 63塊4就賣了 今天71.6 對 他說想說今天大碟 也快入袋圍 他說週一進場的 為什麼週一進場 他今天早排賣掉啊 對 因為我們禮拜五 給大家的資料就有紅藝谷 對 然後禮拜五你看是哪一天 這是4321這一天 對啊 這一天 所以禮拜五給他的時候 還沒起漲 對不對 所以一樣 你看這個概念 前面的這個景線的位置 特別是前面這個高點 我前一天晚上知道手碼牆 隔天起來突破重要價位 是不是可以順勢進場 所以買在禮拜一合不合理 其實蠻合理的 其實蠻合理的 那當然買完 已經賺錢嘛 你要等當然沒有問題 你要當衝當然也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當衝的話 可能就少兩根啦 但是今天的狀況就蠻好笑的 昨天是一字所詞 對不對 然後早盤它那個 63塊4應該是這個附近嘛 所以意思是什麼 早上一開稍微一震 馬上出場 對 嚇死了 就有點可惜 所以通常經驗上 會跟大家講什麼 其實早盤你可能 當然很快的決定 你會有困難 他可能想說聽你的話 跌破漲停價位 重要價位以後我就跑掉 對 有可能 就很乖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不能怪人家 不能怪他啦 所以說這邊跌破有沒有問題 其實沒有 你要賣也沒有問題 對 但是你看很有趣 跌完再兩根 四分鐘之後就上來了 上來之後還馬上再拉 所以如果賣錯 因為短線的個股 你就是要彈性操作 如果你賣錯 當然第一個 前面五分鐘你可以忍耐 如果在忍耐的範圍 因為畢竟你買的這裡 是52塊多嘛 今天是60幾塊嘛 你怎麼會忍不住咧 其實是可以忍 可以忍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賣掉 真的又站回來 你是不是可以再買 不要說全買 不要再說哈嘛 你可以再買個一半回來 也OK啊 對不對 那這邊上去整理 其實這裡是不是也形成 一個低不過低的格局 對 很明顯嘛 這都是短線的技巧 一分K 所以今天就跟同學分享 就是你在短線上面 其實也有一些操作的方法 但是穩健的當然 我覺得可以follow外資的想法 再做一個下一個階段的布局 好 展哥說 今晚外資空單來到一萬五千口 不過跟近年以來 外資買超的金額來算的話 目前外資的思考 還是以偏多的方向來做操作 那現在外資在想什麼呢 不會再找大漲的 可能會找未來的幾季 有轉機的 會變好的 你之前看到重碼慢慢進去 賣股價還沒動的 哪些個股 哪些標的 大家可以做掌握呢 你都可以參考 我們畫面上面的這個聯繫方式 掃Q號碰或是輸入Lite的ID 都可以找到展哥的訊息囉 展哥的直播放在Lite 裡面同學們有空 可以追蹤 觀賞有問題都可以提出囉 趕快聊一下 今天強勢個股好多 都已經做拉回了 包含了散熱 包含機殼 今天都是漲多的修正 不過這些散熱機殼的 高低價股都動了 還是有人很委屈 銀芳我們昨天說 逐漸脫離了營收衰退的股底了 能夠拼轉機嗎 怎麼來操作 我們請問一下趙麗老師 學習一下舍定武器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大盤連續兩天的震盪 大家都有點小擔心 現在要選股票 可能還是要挑低位階 甚至具有潛力的黑馬股 我們看一下 這個新的經濟部長 跟台積電總裁魏哲嘉 兩個人密會了50分鐘 因為他本來就是出身 台積電設備廠 所以兩個人就談行內化 第一個問題就是要來調 談AI跟用電的這個部分 列入AI上修未來10年用電需求 魏哲嘉也說了 政府會支持台積電 希望說政府能夠幫忙 水電供應的經濟部長也掛保證 水電供應會持續的支持 要來保證未來台灣發展AI 不會再缺電 現在不只是電的問題 要解決台積電還有對手的進逼 因為大客戶超微去說 放話想台積電藥產人 就去找三星轉單它的三奈米 剛有可能嗎 路行之也苦勸 三星三奈米良綠非常的不OK 千萬不要找它來做這個 下單的動作 但會不會只是空穴來風呢 不知道 台積電今天回答 百萬的小資族又搶進零股了 另外一個是聯發科 今天也是稍作熄火 聯發科瞄準折疊機 加AI手機最夯的雙應用 推出天玑7300天玑7300S晶片 要採台積電的4奈米 那不只是手機啦 它的PC是跟輝達來合作 大家都很關心後續有推出的 這個效能跟動能 這位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看起來 AI的應用牽涉到電的問題 還是盤面上面的焦頭重心 不過今天 AI概念股 機殼概念股 散熱概念股 漲多休息了 怎麼樣來看呢 主流不便的漲多休息 怎麼樣來做應對 對 沒錯 我想當然啦 其實今天的指數回檔修正 那我想大家有些要怎麼去懸股 我想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你看一下 我們先打大盤的部分 日K線好 其實在4月份的時候 大概4月10號附近 見到高點對不對 然後回檔修正 這個大概跌了1500點 這一段時間你去看一下 你比如說 你買1503的一個試電好了 你看一下那時候是什麼最強 那時候重電最強 重電在什麼時候 重電你看一下 幾乎也在同時間見到高點 可是之前的股價 當然漲了很多倍了 那你去買到這種高點的時候 指數不是回檔1500點嗎 然後之後不是指數在創高嗎 結果你的股價是怎樣 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好 你比如說好 另外之前還有比較夯的 3548的照例的部分 軸程 那時候不是一堆人在講軸程嗎 軸程講好 你再把它縮小一下好 軸程這種股票也漲翻了 真的也漲翻天了 然後比指數在4月10號附近見到高點 其實它早就見到高點 然後之後指數這個地方跌了1500點 然後之後指數再創高 結果你買的股票是這樣子 所以這告訴我 好 那我們再打一個有創高的 2454的聯發科 好 聯發科 你剛剛買到那兩堂股票 其實講真的 它本一比都非常高 好 那股價也漲得非常多好 所以你假如現在你去買到 已經漲到天花板的 你比如說機器人好了 那些股票我講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這樣 肯定離高點不會太遠 因為它已經漲了一大段了 然後重點來了 它的本一比非常高 然後現在的盤準備在正了 也有可能搞不好回個800 1000 1500 都有可能 因為回檔到什麼時候 我們必須一步一步看 好 那你要說你假如 所以我現在在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買漲很多的股票 你本來就很麻煩 所以你現在不能去買那些股票 好 那你說好聯發科好了 聯發科的高點是在3月初 就見到高點 4月10號的時候大概在這邊 跌了1500點之後 其實聯發科算好公司 本一比沒有像卓城 像重點 像線纜那麼高的本一比 它本一比算低 算低了 好 那可是畢竟它還是在歷史天價 在那時候 結果這樣跌下來之後 你會不會停損 我跟他報告你肯定停損 因為從形態來看 也跌破頸線了 也跌破季線了 你知道嗎 全部都破了 我問你 你要不要停損 你肯定停損的啦 對啊 你這個肯定停損 我跟你講多好你都 基本上你照技術面 肯定停損 也因為很多人停損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跌下來之後是爆量 因為大家都知道要停損的 你知道 結果你停損完之後 你會說又漲上來創新高 那是因為不管 你下面放外資 那這種全值大的股 當然它的漲望是不錯的 結果呢 好 外資這一波的買超 所以才帶動它的漲 那至少它的本一比是低 有外資的加持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就是現在的選股邏輯 你幹嘛去買那種天花板的股票 因為萬一它真的像重點 萬一它真的像軸城 或其他的股票跌下來 那縱使這個盤真的在訪談 在創新高 你的股票與你無關 因為像這種股票的說真的 這個都是要 市值大的要外資買 展望好的 好 那假如是這樣 為什麼最近這幾天 我一直跟大家講 比如說好 你買8028的剩樣板 我們之前那時候 剛上節目的時候 我舉例就好了 我們一樣看一下大盤 你看一下大盤好了 你看一下大盤 大盤是不是在這個地方建高 跌了1500點 你要記得這個地方 是跌了大概一個多禮拜 對 跌了1500點 好 這個地方你看一下8028 好 8028 你看跌了1500點 好 一樣在這個地方 四月對不對 對 就大概這附近 大概這 應該是在好 跌了1500點 其實說真的 人家沒什麼跌 你對不對 人家也沒怎樣子 然後就飆飆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位階低的股票 然後是展望好的股票 這樣你就勝算大了 對 重此真的再跌1000點 再跌1500點 就像這樣辦一樣 他就是沒有跌無可跌了 對啊 沒錯 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你幹嘛去買天花板的 萬一跌2000點 很可怕 很可怕 好 所以為什麼最近 我沒一直跟大家講 所以什麼可以決定未來 就是未來的展望 好 那如果是現在位階低的 可是沒題材也不行 反正是有題材 但位階低的就OK 對 就是展望是好 不只是題材 是說我未來的營收 未來的獲利真的會好 那之前不好是因為 股價不好是因為 所謂的營收獲利的數字 有可能之前本益比太高這樣 可是人家修正到差不多了 業績準備到起來 那你當然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你事後看下去 AI的電力的這一部分 來講的話 其實我跟大家講 你不管我們的經濟部 你看這麼多 你像比爾蓋茨好了 也講了 國際能源署也講了 對不對 高盛也預估了 美銀美鈴也跟你講了 講的都是什麼 未來會缺電 那缺電不是說 我多蓋幾座電廠 當然也可以 可是重點你要能源的效率 你要把能源的效率整個提高 你才有辦法不要浪費那麼多的能源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好 因為資料真的很多 你要加入我們的LINE ATT 對 沒錯 低檔的好股票 具有這個基本面轉機的 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ATT 我們趙玉老師 會在低檔幫大家找到 具有爆發潛力的標的 同學沒有問題都可以提出 老師有空跟大家做互動 還有分享 老師 繼續 好 對 沒錯 你想散熱 飢渴這些 其實我講這個 現在去跟你講雙紅 去跟你講奇用告 現在講這個幹嘛 你不覺得很無聊嗎 就很怕變就會是白老子 對 那萬一 我說真的 你不要說什麼 萬一之後縱使會創高 他像二十五十連發歌 先給你跌破季線 讓你停損 先跌破半年線 然後之後再創高 跟你有關嗎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你這邊不太可能抱得住的 我講真的一句話 等創新高之後你會發現 怎麼會這樣 可是多少次沒有創新高 就真的下來 所以我覺得講這些 其實對你的操作 真的意義不大 好 比如說機可好了 我們隨便舉例幾檔股票 3693的 我跟大家報告 你講我看技術面的 我想我們是看未來展望的人 你有沒有發現 這種股票就不一樣 跌跌跌跌跌 跌了一段之後 來 拉起來了 拉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下面放量好了 好 你看量就好 一拉回來之後 基本上量會縮 你有沒有發現 那這些都是白癡買的嗎 不可能 這一定不是 這一定是聰明的錢 當然我們知道它未來的展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們看現行的部分 好 你看一下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講嗎 昨天我也跟大家講 這種你就是拉回來 去留意 因為它就是AI伺服系 然後它還包含了系統整個 跟高速數據的一些儲存的一個系統 對不對 那北美的這一些雲端的資訊中心 佔它的營收超過六成以上 那年底一些新產能會開發出來 所以你看一下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像這種 那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好 這個地方來講好了 去年EPS24.1 對啊 去年很長 對不對 這個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是因為什麼 其實我跟大家講 你去看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 其實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 是創下歷史新高 比去年的成績還好 這個11.7 我跟你講這個你自己去看財務報表 這個有業外 大家知道 這時候的毛利率都比這一季低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光從EPS預估來看 可能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從毛利率來做觀察 它的獲利能力是有做改變的 還有業外 對 其實很多的東西我跟大家報告 你要那當然這個營收 肯定比第一季好 那只是它的毛利率是沒有第一季的 再加上有業外 所以整個它才會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當它的毛利率都創新高的時候 你覺得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些股票真的蠻簡單的 有沒有這個就是算新高 對 毛利率 對 沒錯 31.55 對 我想 對 好 那下一頁 因為時間有關係 好來 那IC產值的部分我跟大家講 反正今年預估成長 那其實也很簡單 包含了這些股票 那你就看一下 比如我舉例通家好了 我們看通家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對 IC產值主要是受惠於 AIPC也是以外帶走的 對 沒錯 AIPC AI手機等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一拉回來都是亮縮 然後就慢慢拉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它在扭轉線型 其實股票跌了一段之後 假如我一直強調 不是每一檔低檔的股票都不能買 不是 千萬不要誤會了 是要未來的展望 真的營收會衝起來的 你才能買 你不要傻傻的去買那些 所以未來還衰退了 那當然肯定不能買 那我的意思說好 那像這個均線糾結了對不對 那你看一下 未來的營收也會成長 那你覺得呢 對不對 好 下一頁的部分 就具有這個受惠AI換技巧 跟Type-C的應用 對 所以其實 他們都有一些的共同點 大家 那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2340的台牙好了 你看一下 我跟大家報告 大家很多人在講WASB 其實你自己去查一下 WASB為什麼會賠錢 其實它從以前到現在都在賠錢 那很多人都說 第三代半導體沒有 不是第三代半導體沒有 講第三代 那個真的 其實然後說大陸的競爭者 當然大陸有一些競爭者 可是實際上 因為也沒時間講 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說WASB是他自己本身 有一些的狀況 一些的問題 因為植救費用很多 因為蓋廠延了 那延延了這方面 大陸競爭進來等等 好 不管 那你看一下台亞的部分 我們看現行就好 你有沒有發現拉回來都亮縮 拉回來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底部之後 放量出來之後拉回來 因為盤不好 其實這兩天的盤勢真的不好 不好 我跟你講 股票剛拉賽了 不容易這樣一直漲 因為前面有套牢反壓 比如說IP裡面最強的 3443的創意 你看一下創意好了 創意會一直飆一直飆嗎 不會 因為它也型態打出來之後 未來展望也好 它怎麼漲這樣上去 對不對 它就是類似這樣 為什麼它的走 然後到後面會越來越強 因為當線行扭轉完之後 當籌碼慢慢的清洗完之後 自然而然 因為它的未來的展望 現在是在清洗籌碼的過程 對 現在就是在清洗籌碼 所以會抖得慢 對 我的意思說 你假如可以買在相對低的 是不是你就抱著 就沒有什麼 大盤你說真的 疊個1000點 1500點 這也沒什麼太多的關係 好 那的確有這個2340的台雅 受到了多重題材的加持 股價相對低 這兩天伴隨大盤的壓回量縮 老師 這個 未來大家都希望知道 還有轉機 轉機會不會可以 幫大家來補充一下 對 沒錯 我想這個其實加入我們的Lite 因為之前真的是非常有限 對 質量太多了 對 那我們盤中的話 也都有直播 所以你加入Liteite之後 跟我們打個招呼 那這些我們有時候 也會放一些隱藏版的 隱藏版的 或私人的 會放在Liteite上